我们四位委员从来没有说 我们不知道内容 如果只靠造谣取胜 就想要解释你们今天所有的案子 每一次投票都败下阵来 表示你们是一个 不愿意跟在野党沟通的执政党 我们又不是要去选择蓝还是绿 我们好像是要选择你才是对 不选你就是我们不对 每次都这样子 不要把我们变成你们输的筹码 来去抹黑我们 我还原一下现场的事实 表决结束后 洪生汉委员跟吴思瑶委员 有往我们这四位委员的旁边移动 我亲自跟洪生汉说 如果你们从来没有告诉我们 你们有案子 也不告诉我们 你们希望争取我们的支持 我们如何知道 你们今天希望达到的目的是什么 很多提案不是提了案 我们就得照单权受吧 洪生汉委员表示 他也认为应该是这样 我们四位委员从来没有说 我们不知道内容 早上我们的党团会议 黄国昌委员总之后都已经告诉我们大家今天提案的内容 如果只靠造谣取胜 就想要解释你们今天所有的案子 每一次投票都败下阵来 表示你们是一个不愿意跟在野党沟通的执政党 目前的执政党竟然要沦落到靠造谣来取胜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没有礼貌的执政党 这是一个前客累累的执政党 我要讲的就是说 MeToo或姓骚是全新的事件吗 那过去发生的时候 我想请问已经当了第五年的提案人的范云立委 当你们家的人 当你们自己政党的人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你有这么多的长的时间 你为什么当时不提案 你现在提案的时机动机是什么 所以我认为你本身这个提案就是一个双标 你应该在任何人做出这样的行为的时候 你去提出这个法案 我们的民众党有我们自己的主题 有我们想要推的 只要对民众有帮助 我们就支持 我们又不是要去选择蓝还是绿 我们好像是要选择你才是对 不选你就是我们不对 每次的这样子 不要把我们变成你们输的筹码 来去抹黑我们 黄国昌是苏联会会章赴水组织 黄国昌跟富宫其实就是两个人就玩尽天下 然后赢得中国的利益 是国家级的危机 那想问一下这个部分怎么看 黄国昌是我们的总招 他所做的决定都是党团巴西 所做出的共同决定 所以不需要做个别的人身攻击 执政党的立法院党团 应该是跟在野党沟通的桥梁 不应该成为执政党制造跟在野党对立的阻碍 如果柯建民总招 每天骂在野党 不管是骂在野党的哪一位 然后又要人家投票支持他 我觉得他真的是人格分裂 我觉得他真的是人格分裂